据媒体报道,美国著名漫画家史蒂夫·狄特科去世,小年90岁。 史蒂夫·狄特科出生于1927年,他自幼受父亲熏陶,爱好阅读报纸中的短篇漫画。 1945年高中毕业后,他加入美国陆军,深入敌阵在德国服役,为军队的报纸绘画漫画。 在1961年,狄特科联合斯坦里一起创造了漫威经典超级英雄《蜘蛛侠》。 在随后的1963年,他们联合创造了奇异博士,对于他事实的消息,世人表示惋惜。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